我應該算是在法律圈裡面是被人家知道 但是絕對不會是一個在街上被人家認識的一種 但很不幸而在2004年接了這個總統大學的增壓 那我們在總統大學的增壓一件之前 事實上我們以律師團的一個集體的運作模式 已經有參與有關聯合報的退法運動 聯合報退法運動就是有關林三田老師 他還沒因為主張要退聯合報一直被聯合報告 那個時候如果我講這樣不知道大家如何 大概就不太能夠記我這件事情 不過聯合報退法案對我們律師團的一個集體運作模式很重要 因為我們那時候第一次開始展現了所謂律師團的一種運作模式 用律師團的模式來重拾一種類似的所有的公益訴訟 這樣講還有有點抽象 意思就是說訴訟本身也成為一種運動 訴訟本身也成為一種改革的訴訟 訴訟不會只限於在各樣的地方 透過訴訟本身可以採取這個概念 然後接下來當然也有去辦了這個 呂務總統的黑黑心案 那後來2014年大家都很清楚 在2000年阿扁當選的第一任之後 2014年發生了這個相機只有2萬8千多張票之後 然後連戰在那一天晚上表示他不行 所以大家在電視上都看到那一幕 那看到那一幕之後呢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跟詹真理老師呢 就台大館一些老師倆 我們在家裡探票 然後詹真理就跟我說 也許過10分鐘以後就會有人來找我們 就很不幸的就10分鐘之後 真的張鈺雄就打電話來說 叫我去總部一趟 那從事我們就進去了 又組了一個律事長 那之前都也有參加這些律事長的運作 但因為不是擔任發言的關係 所以不會被人家認識 那因為這一次被指派担任發言之後呢 就因為這樣子天天上電視 然後因此就成為在街上每天被指指點點的 那個人就開始出來 我兒子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不太指派 就因為他那個時候是老大開始進入高中 他開始比較理解這個 懂得這些政治上的一些事件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誒好像我的當事人一天到晚被罵 還要這樣深思力解的幫他辯護等等 像這樣子的 他不能接受法 一直到了2008 這個馬英雄上來以後 也一定到晚被罵以後 他才比較釋法一點 他才知道原來當總統都是這個樣子 當人給我罵 這不是當人家扁了這樣 那些人去做總統也是這樣 這個總統我們就是陸衝嘛 對不對 這麼大樓 我都在那邊給我罵 我沒給我一下 好是太長 那 所以剛剛講那個 那我在2015年 當時的蘇貞昂 我不曉得說 當時做什麼 被派去被國代的那一工作 這個工作就是被國代的 所以去當了論文權國民大會代表的 堅持去哪裡 好再下一張 那在這個時間 公益星座雷震這個民主委員也稍微講一下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主要原請是因為 雷震的回憶路 因為雷震的回憶路在他出獄的時候沒有拔還 那後來呢 在好國盾彈力院長的時候 把回憶震回憶路給銷毀了 那銷毀了之後呢 那當時的阿扁跟謝長廷還有周鴻倩 他們就代表這個雷震的家屬要去索賠 要去索賠 但是後來這個 隨著他們從政以後就案子就無疾而終 那後來 後來家屬又來陳前 那後來找到了跆拳會 那跆拳會就找到我們 那我們就義務的 幫他們要準備要提起這個 我給了一個訴訟 那但是後來在提起之前呢 就去找到阿扁 那阿扁他就還是很勤勞去幫忙找到一些斷子 但是沒有辦法找到全部回憶 那最後就說 家屬說 那不索賠沒關係 但是要求政府要捐助一定的金額 來成立一個基金 這樣的一個信用基金 來從事民主人權的活動 那後來他也很支持 因此就交代一些國營的事業 還有相關的銀行 然後去捐助成立的這個 公益行動雷震民主人權 所以公益行動雷震民主人權 因為我們運動到現在 也還不錯 我們每兩年會辦一次雷震講座 都邀請國進級的這個 非常地位崇高的人物來從事 讓我們也成立了這個雷震紀念館 因為雷震 現在大家已經不太認識他了 但是他就是第一個主黨的外省 在台灣 從事第一個主黨 那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念大學的時候 都要偷看自由中國雜誌 然後就是自由中國雜誌創辦 這也要跟老一點的講才知道 我們少年都不太認識 但是這一個都是啟蒙時期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服務 那當然因為我們參加台北律師公會之外 就也成立了民間施法改革基金會 那所以成立民間施法改革基金會 就是因為 律師公會相對的是保守 律師公會很多的決議 是要妥協 照顧各方不同的門的看法 那要經過民間施法的決議 才能夠去進行 那當時是認為 民間施法改革基金成立18年 20年快20年 當時就是認為說 從事施改不能夠用書生的方式來做 書生論證 書生論證一事無成 所以書生要脫下書生的外衣 要以一種社會運動的方式來推動施法改革 因為你不用衝撞的方式 不用對抗的方式去從事 這是施法改革 施法改革一事無成 所以99年的施法改革運動 現在大家已經不太記得 當時我們的發言是激烈的 就是說 用激進這種衝撞 摧毀體制的方式 來取得媒體的關注 然後再以斜迫要求 一定要從事全盤性的改革 像這樣的作為 就是免起於這樣的一個想法 才會成立一個民間施法改革基金會 用一種我們自嘲為紅衛病的方式 來從事施法改革運動 那就另外成立一個民間施法改革基金會 那民間施法改革基金會 當然成立到現在也有很多不同的指教跟批評 但基本上來講 就是一直維持這樣的一個基調 好 下一張 那後來呢 那當然也另外 我在台灣人施法改革基金會 也藏進了參與 所以我陸續 就 就因為這樣的一個參與 所以就 就 就 就剛剛的那個 在最前面那一張裡面 大概說明一下 我大概在這樣 這些多項的NGO團體裡面 就陸續的談論 包括在 擔任台北律師公務理事黨 包括全民委理事黨 擔任過我們今天事業會長 擔任過台灣法律師公務理事黨 擔任過台灣法律師公務理事黨 擔任過 擔任過 台灣人權會出現會的會長 擔任台灣人權會長 這個是最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是年初才接 那我們應該support 要當任兩年 那明年就剛好台灣人權出現會的40名 那台灣人權出現會的會長 立任的會長 大家都是各個有名 那師命的也擔任過 師命的也擔任過 那這個是 我忘了是幾月的時候 是接待的情況才好 那個 那時候 不在 在台北律師公務理事黨 謝謝 謝謝 謝謝